美国的友台法案协助台湾重获WHA观察员身份 取得了美国国会两院通过 并且美国总统拜登也已经签署完成立法 对此我国外交部表达诚挚的感谢 我们对此表达诚挚的欢愉感谢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一再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 并且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 我们看到包括国务卿布林肯 安托尼·布林肯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发表了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相关的声明 我国外交部除了感谢美国对台湾的力挺 也表示将强化与美国的关系 并持续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 继续对国际卫生事务做出贡献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WHA 将在5月22号到5月2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白宫13号发布新闻稿 宣布拜登已经签署编号S812的涉台法案 协助台湾重获WHA观察员身份 法案即日起生效 展现美国挺台力道 而拜登下周将首度以总统身份访问亚洲 9名共和党籍众议员12号联名致函 呼吁拜登考虑访问台湾 特别是在中国违背中美建交承诺 加剧欺压台湾力道之际 更能展现美国对台承诺 确实是坚弱磐石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